千年前 時任陸委會主委 夏立言和當時國台辦主任 張志軍在廈門舉辦 第二次夏張會 為馬協會預作準備 當時兩岸氣氛融洽 雙方相談甚歡 如今夏張會再次舉辦 卻是在解放軍環臺軍演之後 那夏副主席也會利用這個機會 強烈的反應 我方對軍演的態度 國民黨新聞稿說 夏副主席直言不諱 第一要務就是傳達 臺灣民眾對於大陸軍方 在臺灣交遭海域 連日軍演的不滿和憂慮 也說兩岸僵局短期難以解決 要盡量避免兩岸政治對立 波及經濟和社會領域 確實國民黨只公布了新聞稿 沒有語音 結果和對岸說法都不攏 看看中國官媒新華網報導 張志軍表示 當前臺海形勢陷入緊張動盪 我們採取相關反制行動 是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面對複雜形勢 要堅定九二共識 反對臺獨共同政治基礎 一場會面雙方各自表述 國民黨的新聞稿和中國官媒不同調 國民黨想不被扣上紅帽 恐怕得公布更多證據 才不會讓統戰牌成為年底選戰 各陣營提款機 進行新聞 綜合報導